在圍牆里面有一条窄窄的通道 五窄而已,刚刚一个人过的 这里呢,你就会见到 有一些木板放在地板上 然后呢,你们都见到 它们是有一些 胶布遮住了 当然,大家看到这些木板是 用来做大礼拜的 先看看,已经没有位置了 如果你都想着来这里 在大佛塔前面做大礼拜的话 有两样东西要记住 第一,这里不同的葡萄家耶 葡萄家耶正角塔的范围里面 都有这些板 但是因为那边是有个地主去管理 因为现在葡萄家耶正角塔的地 是有个印度地主 所以在那里那些板是要租的 而这里那些是不用钱的 你只要一只仙道才行 同时呢 你会见到有一块布在那里 其实是它们自发性的 去保护那块板 不要濕的 如果你真的见到 譬如 我最好喜欢这个位置 不过 好像 好像 嗯 都是不好 好像人家溶开 又有一些固扇 好像很市正 我找过 这个啊,这个也不行 这个 其实不是不行的 我再找一个 不想动到别人的东西 那些 应该还有的 OK 你只需要呢 就是 牵开一块胶子 走过你喜欢的位置 然后呢 你就可以 自己 在这里做大礼拜了 你只是需要 一对老公手套 好了 然后呢 就轻轻 因为这块 刚刚有人用完 他没有 没有遮掩 所以呢 少少个人卫生 是 那你见到这个位置 是很干滑的 那呢 你只要戴着你的手套 跟着就 在那里浸上去 那就做到的了 好 好,追完,大概用了20分鐘,做了一百零八個大禮拜 好了,跟剛才一樣,即是跟大家說,用完一塊板 當然擦擦點汗,夏天就會明顯一點 好,跟著呢,擦擦它 通常附近呢,都有一個磚頭,或者有一個石頭 用來做什麼呢? 擦著它,那些風就吹不起膠布,就可以達到保護 一曬雨淋,白鴿在大小便的麻煩 對了,唉,我去吃早餐了 對了,晚一點,再帶大家去一個隱藏在市中心的一個聖地 好呀 好呀 好呀